BOA巅峰对决战胜VTG拿到了K甲夏季赛总冠军 如果资格审查通过 就将直接进入明年的KPL春季赛 发育录小童拿到了FMVP 不过打的最好的英雄是老夫子 下一届春季赛在KPL 我们的目标是冠军 好的 这场比赛比分看似激烈 但实际上很抽象 尤其是第三局真的跌宕起伏 BOA前期拿到了不小的优势 上VTG高地时秒掉了孙上香 老夫子和夏洛特又冲到水晶前 击杀了连珀和西施 此时老夫子帮夏洛特扛高地塔 让夏洛特走了出去 但是自己又突然回头了 眼看着残局能收割 但军招的亚连却一个都没收掉 一波零换三的团战 小头扛一下塔走了 这波亚连想追大桥 亚连能换几个 小厨卡下位置 加速走了 被拉住了 小尾是到了 但是这波小头还在里面打 接下来还是军招的亚连 被老夫子捆在了周瑜的火里 他以真人给了复活 但他选择了走出火圈 大招消失之后 当场被烧死 K甲讲究个有来有回 看到军招的操作 小童也还了一波 超远距离闪现大招 到底想捆谁呢 最夸张的一波来了 BOA大桥残心坐圈 先手被秒掉 此时队友四打五 还是选择坐电梯传了过来 团战自然也是打不过的 军招的亚连 面对两个残血 和太乙真人配合 完成了收割 亚连的残局 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到 先打出老夫子的一个复活甲 下路的话 下路的小银马先给带过去 但是被两个人给拦住了 偷不了啊 注意看 这个时候他身上还是有复活甲的 在击杀了周瑜之后 突然把复活甲给卖了 走到了周瑜的火上 被烧死 那决定反击了军招 自己是被火给盗起了 不让他回城 太乙 正面白衣一个人点水晶 换装备 换装备 看着孤身一人点水晶的太乙 军招难道你不会惭愧吗 最后一波VTG仍然有机会 三个人打风暴龙王 却被局友经抢了 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这局比赛只是K甲的一个缩影 几乎每一局都会有这样离谱的操作 VTG的实力去打席位赛 应该是很难对XYG和MTG造成威胁的 这次挑战者杯K甲有三个名额 主播队也有两个名额 最近主播联赛 某牙的孟智队和小当家都打得错 小当家其实就是大长老景泽 带领的XYG二队 他们也很有希望冲击挑胃的资格 BOA通过三场巅峰对决得冠 他们的老夫子大小加亚连阵容 或许也会成为狼队和TTG参考的对象吧